各位乐成的经营们 大家下午好 因为这个 确实这是新的模型 在我们第三个阶段要上显的时候 特别的繁忙 然后给大家送来一段 这个视频 也给大家传达一些比较重要的信息 那哪些信息呢? 第一个,我们这次的模型上显 就一直可以定营 不做任何的改变 因为任何改变呢 对市场都是不利的 因为大家都希望把新的市场 给它运营起来 再恢复到 原来我们这个繁荣的状态 第二个事情呢 是针对大家一直在提到我们 邮轮分会之后 这个汽车的奖励的问题 那我们汽车奖励呢,我们计划是整个 我们资产上线之后 正式上线之后 两个月以内呢,把大家这个问题 给予解决 大家放心,这绝对不是一个 一纸空文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对 所有的 领导人的付出的一个认可 这是必须要实现的 那第三件事情呢 我们这次的模型上线呢 会优先针对 九月份 八月份、七月份 按照顺序呢 把该给的收益 逐步给到所有的 参与的成员 那我们 根本的终止在那里呢 就是让原来参与的成员呢 本金得到基本的保障 这是最基础的 一旦本金得到保障呢 所有人才会有信心 才会放行的 接下来走到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呢,我们是从钱包走到 资产这个阶段 所以对我们来说 最重要在哪里呢 从钱包走到 这个交易所 让交易所呢 做随进随出 那这样子呢 才能更合理 更便捷的往下走 所以说我们接下来 会把整个模型的推到第三阶段 包括我们一直在筹备的 这个热泰资产 接下来呢 我们也在各大交易所上线 力争的把它推成 我们的这个主流币 所以呢 公司在之前呢 因为同道堵塞 因为几队 因为各方面遇到的种种困难呢 都已经过去了 因为还有大甲站 还有我们的指导方 我们的应用方 我们的运营方 还有我们大进行第二开放方 还有我们的 各方的这个团队领导们 各方的这个忠实粉丝在 这点是最重要 我认为这个才是最 宝贵的一个资产 对于公司而言 所以说任何的困难呢 我觉得都是短暂的 我觉得接下来呢 希望各位呢 能够真正的把力量集中在这一个点上 真正做爆发 而且我希望呢 大家不要去多想 觉得公司在这个层面上呢 我们一定有能力来处理好这个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任何的事情 任何的负面情绪是很容易去蔓延的 所以说我们接下来一定是正行正念 正能量 我们的整个的机构呢 永远跟大家在一起 那我们也为了更好的沟通 跟大家协调呢 我们会组建一个战略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呢 我们会挑选市场上 这个比较 这个思维呢 和逻辑呢 和框架呢 比较清晰的领导人呢 共同参与到我们这个小组进来 这个小组呢 我们所有的 这个磨害都会在里面 这个磨害呢 能够跟大家共同探讨 把最新的政策呢 能够快速的给到大家 所以说讲到这里呢 我希望在此呢 也预祝大家 此次的这个培训大会呢 交流大会呢 能够得到一个叫什么 叫真正落地的解决方案 第二呢 我们也承诺大家在 这次培训会结束之前 给到大家最落地的 最靠谱可行的方案 能让大家安安心心的回去 安抚市场 重启市场 跟团队的领导人去沟通 我觉得制裁是确实实际的 就像我们说了 既要有口号 又要有这些方案 所以说 我们坚信在10月份 这次的调整了 在10月份重新上选之后 我们一定能够 创造新的高度 能够让 所有相信我们 支持我们 甚至怀疑我们的人 得到什么 共同的认可 好的 谢谢各位